注意看这个正在准备纸笔的博主 竟然号称自己什么都能画 网友们根本不信 决定考考他 让他画条龙来看看 立马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好家伙这充满朝气的画风 拿去幼儿园评奖肯定能拿第一名 博主一条好龙 一个既专业又潦草的画师 你说他专业吧 他画的这玩意儿和龙一点不沾边 但你说他潦草吧 你又能看得出来他画的确实是一条龙 而除了画龙以外 其他的名画也没能逃过他的灵魔 原本气势辉红的八菌头 到他手上瞬间变成了八傻头 其中有匹马骑着别的马 但我数了一下确实是八匹 还有观众瑞品 人善被人骑 马善被马骑 眼看博主画的画如此离谱 观众们开始纷纷质疑 他是不是不会画画指挥者 这下博主坐不住了 当即决定秀一波自己的画功 只见他先在纸上画出了轮廓 从这打的草岛来看 至少也有两年半的画功 正当我以为这波稳了的时候 博主接下来的操作直接让我懵逼 估计达芬奇抽了一晚上的烟都想不明白 这草岛打来究竟有什么用 而最离谱的是他还跑去帮小姐姐画画 从小姐姐最后合影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对这幅画应该相当满意